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awadika 今次泰国小编会去到青莱边境的寺庙拜拜 除了去寺庙之外 跟着还会去市宅 晚上还会去湄公河参观 一起来跟着泰国小编一日游啦 这间寺庙就位于青莱边境 鄰近缅甸 这间寺庙就叫鱷帕他代鲁 鲁是南纳方年来的 意思是蝦子 寺庙就位于泰国旁边的山上 在寺庙平台可以欣赏美赛边境 以至缅甸的大麒力镇那一带的景色 纸来的佛塔还藏着射利川 在旁邊拍攝 這個廟宇還有一個巨型蝶子像 巨大的鉗就是對著大麒麗的方向 在旁邊拍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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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完寺廟 現在就去一下附近的市集 這是邊境市集 叫做代賞市 泰文就是大辣代賞 現在就趕快拍攝 現在就去好找食 看來這個市場有很多食物 是有很多食物 是有很多食物 要讓你們來吃吧 請不容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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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容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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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呢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蒸腸粉 挺有趣的 是自己加配料的 很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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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帶大家快快游一下這個市場 看起來都很像香港的女人街 這個市場主要是售賣由緬甸入口的肉汽 也有由中國入口的雜貨和電子產品等等 當然也不能少得會有紀念品賣 說凍飯又到晚上 泰國小編也要去醫肚先 今天吃飽了才有力去拍片觀光 真的看見都想吃 真的看見都想吃 很清醒 很清醒 晚上在這裡吹吹海風 應該都會覺得很舒服 很清醒 附近也有不少街邊小食 看起來都挺熱的 可以吃進去 平常吃進去 我還都會在這裡 拍片 一天油也有很多 都買了售韃 大小編的青寮邊境 一天油也有差不多了 多谢观看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订阅、赞好和留言 下条片再见